我看現在我們昌哥 他就帶著我去看很多有的美的東西 正常的東西 你瘋狂回跳 12點之後吃他自己去的 你瘋狂回跳 他也是有太大的人 昌哥 你一開始就是做這道出來嗎 其實 退伍前是在修車的 大家不要緊張 我本身是一個汽車維修員 我又不是讀這個科系的 我是讀電子科技研究室 我們那個公司本來是在做 有關於這種商船服務的 什麼金屬口業務啊 海事工程啊 救難啊 船舟救助啊 什麼這種工程 有個機緣剛好發生了一個 台灣蠻大的一件事情 叫做龍坑漏油事件 後來就是我們把船隊 拉到坑町去救這個船 然後發現說 這個後皮膚感很漂亮 然後我們老闆就肚子 就把它吸收掉 第一個有靈感叫後皮膚有靈感 那時候我們就進去 然後那時候我大概20歲 20來歲左右 他們就 沒興趣啊 去 反正好玩嘛 你那個船做成 做成我畫面子 10點 站在愛河的身上 年輕人一個人在找什麼 幸福啪啪啪 是什麼效果 所以你剛剛講說 你大概那個時候是 20歲就開始進入到傳播產業 現在方便問一下 目前已經大概資歷是 我現在差不多 沒有算錯應該差不多47歲 所以你已經要30年了 在裡面 就 你說日本常流行的 叫職人精神 對 職人 然後你對你的自己的學識的經驗 跟你的 跟你的道德觀 跟你對你的工作的信任感 對你的工作的認同感 其實你不要在這方面加強 你去做每樣東西 其實我還不喜歡 等一下聽到講 你再去試看看 你這樣開出去試看看 其實我不喜歡聽到這個 因為畢竟船是有風險的 它不像汽車版是什麼 突然爆台一樣 一把車啊 電商它 只要有問題 停在路邊打個電話 你就丟了 就叫人家來處理 對 船不一樣貪 它只要在海上發生問題 它面臨的就是風險 就是我們都要說 車拍攝的會夠了 準拍攝的會死啊 他玩船玩喜歡的人 他有一定有朋友玩船 他們就拿去 我們都有錢啊 我們都有賺到的錢 我們都是老闆 他也買得起 他就會想買 然後 他就會有 100個朋友有人買 那一個人還有100個朋友啊 你當你弄壞了一個人的時候 他會告訴他100個朋友 你千萬不要買 對 好累 每天都在修船 對 花不完的錢 然後每次出來都有問題 然後嗎 管價費很貴 什麼很貴 什麼都很貴 不好玩 那 剩99個客人 99個客人就 這10個師傅 就要開始搶99個客人 然後消息就會傳遞 對 然後就會變得越來越爛 但是我們要傳遞的就是說 你正規的做法 正規的方式 對 你對你的人身安全 跟你的 在這種遊艇生活 的這種過程 人生變得一樣啊 醫生說你這個一定要開到 開得到 割掉 就可以解決 可是我吃指控藥都不痛了 我貼的藥膏就不痛了 然後我會這樣跟妳講說 不知道 如果妳可以貼藥膏不痛的話 我也是希望妳貼到 對啊 可是問題是妳現在這樣不行 妳這個東西就是要換 不換會有危險 中間那麼貴呢 為什麼一定要換呢 我說老闆 什麼都可以省 不要拿命來申請 常常有的客人看到我說 啊晚上吃飯啊 幹嘛啊 我們就很開心 對 就這樣我們很忙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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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忙 我真的要趕快走 對不對 不行不行 12點以後再久 要怎麼走 我常常出去都說 啊妳不是在做油嗎 有啊有啊有啊 啊妳在做紙壓嗎 喔 嘻嘻嘻嘻哈 就摩擦一摩擦 終於是 聲音 如果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 onwards 拍拍 Cynthia 明確,我好奇問一下 你是什麼機緣之下進來到我們傳播產業 不是傳播,我說傳播 了解,了解 我說我以前是讀氣球類 然後其實在選大學的時候就想說 要繼續往哪個方面去發展 造船跟輪跡想說 不然看看輪跡,造船看看好了 因為老不如說像我同學他們一次就坐在辦公室裡面 就是看這些表面的東西 我不如直接先走到現場 去動這些 動手去做 對對對 像我們唱歌,他就帶著我去看很多有的美的東西 正常的東西 對 12點之後吃他自己去 你窩口會掉 你也是有太大的人 你是想要浪漫嗎 小時候哪有接觸過這種東西 長大更不可能 因為這種感覺就是一個有錢人在玩的遊戲 對,一個金字塔頂端 摸摸不到的位置 你就覺得你進來,你可以坐坐看遊艇 想說這種東西 有一種不一樣的情形 一種不一樣的情形 是 你只是可以幫大家藏著 你說話呢,你也會不會幫你 你會幫你把嘴巴點抑到 在床博市 我是吳董 大家好 我們今天非常誠惠誠恐 邀請到我們這個床博界的這個老先輩 資深前輩 BOBO PANDA 台灣總代理 宋大哥 大家好 我進宋 然後在BOBO 大概存活了 大概三四年 我進來這個行業是大概在 19 1986年 1986到1990這個年代 剛出生 那時候剛退伍啦大概27歲左右 做遊艇這個部門 他在小港剛好也設一個店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遊艇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吧 都是在高雄製造 台灣的外銷遊艇量很大 一年大概會來到 八百艘到一千艘 這麼多 是很多很多 不過我在民國大概 68年69年就已經進來台灣了 那時候開始 遊艇就是興盛起來的時候 大概在從民國73年74年的時候 從一年一百台 兩百台 三百台 四百台 業績最好一年可以賣到 六百台 六百台 引擎呢 對對對 所以我們賣六百台還好而已啊 哈哈哈哈哈哈 剛才說那一家的營運 不是一千塊兩千塊的東西 不是一家那時候 兩萬五美金 美金 對 那也七八十萬的 對對對 八百台的 對對對 這應該不能說 我走國稅的才可以來 我剛進來這家公司 但是我不是做老闆 也不是做業務 你責任不在你 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做服務的 是是是 可能是 跟我們現在這個年輕人一樣 對 做服務工程師 引擎來到台灣以後 對 我們要負責開箱 負責點貨 對 安裝指導 還有試車 是 那時候 我最高的紀錄 一天是拆十台引擎 一天喔 從 服務工程師 還有管民建 對 接下來才開始當業務 我的業務負責的範圍就是 國內的工作船 這一個部分 對 因為那時候 整個生意 就開始 從六百多台以後 就開始走下坡 張大哥你這樣說 我五歲說 你鹹牛做起來了 然後就因為 你開始叫鹹牛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趨勢啦 工廠做的船 它的船 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從五十尺 六十尺 七十尺 現在一百多尺 對 相對的你的引擎馬力 要一直增加 越來越大 Mobo沒有那麼大的馬力 為什麼 因為Mobo綁住於卡車 它的引擎是以卡車為主 團用引擎這個部分 只是它 Mobo整個集船裡面 佔了百分之五到六而已 Mobo的馬力 以我們現在來講 最大也到一千而已 喔 你現在的遊艇 動不動就七八十尺 對 八九十尺 一百尺 你這麼小的馬力 根本用不上 所以說 從那時候開始的話 整個量就慢慢下來了 六百五百四百三百兩百 一百多又賣了十年 到最後 然後 圍倉整個代理就被拿掉了 那個時候代理就被拿掉了 那時候代理就被拿掉了 然後換了一家台灣叫惠德 惠德實驗 這家公司來做 來接 國內的部分就開始由我來做了 是 我那時候就變成他們的經銷商 代理商是惠德 我是當經銷商 那時候做國內經銷的時候 就開始去下手在海巡 海關 港務局 還有一些工作船 釣魚船 我剛才講的這些 船種 剛好適合我 ROBO的馬力 所以說我那時候就開始 國內的部分就慢慢 就是慢慢有建議起 ROBO這個品牌 東信造船 剛好接了一個案子 就是我們騎金到 虎山的渡輪 對 是喔 那個案子是我第一個切入 你這隻船種我有多個 第一個切入國內這個市場 就是我個人來講的話 從 遊艇 進入國內的市場 就是由 旗鼓1號2號 設兩艘船 這隻船種現在還在山上走 到現在為止 18年 18年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用 你看ROBO的引擎這麼強 之後的中信 也不是說像現在那麼大 這個案子來講 也是對他們公司一個 一個信譽 是 而且 船東又是高雄市政府 是 所以說他們一定要把這兩艘船 做好 做得最好 就算賠錢也要做得最好 對 但是用上我們的主機以後 是 它因為當初是 最新的電控引擎 電控引擎的話 當然有些電腦系統不一定 測試的期間 產生了很多小問題 那時候我就被中間的老闆 叫韓碧翔 叫去喝咖啡 喝了一次咖啡 啊啊啊啊 就出來了 啊啊啊啊 這個是 所以說 中信的老闆 以後你們如果有做到他生意 要喝咖啡就不要去了 去 我趕快送他 人工玩甘醋 對對對 所以說這個印象我很深 後來的話 真的歷經千辛萬苦 我用了很多方式 兩艘船四台引擎 的穩定度達到最好 喔真的喔 對對對 你那個時候是不是很叉啊 當然很叉啊 你叉的原因是怕又被請喝咖啡 還是說是因為 這個引擎你不熟 然後又怕出問題 當初的話 這個是第一代的電控引擎 我是說是在了 MOMO MOMO基建引擎用了27年 你變成 變成電控引擎 大家都怕 而且是第一個案子 這麼大的案子 而且是第一批 第一批的引擎 剛好進來 用到這個度了 中心那時候剛好要起來 從中心沒有人 那時候沒有相信要那麼大 剛好要起來 當然他這次要從 我不能讓 這個韓老闆去丟流 沒事就一起打球 所以才有生意做 剛才講的那些船長 老闆也大部分都是從這些 設計師都是從這些學校出來 但是說實在的這個產業 也進來是蠻辛苦的 你說進來 進入這個門檻很辛苦 還是說進來之後 他也是蠻多工作 就是說工作上也是蠻辛苦的 做引擎的比較累的部分 就是在試船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跟著你的機器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對對 要去照顧你的引擎 沒錯 不會出錯 真的是 船壞了 你要躲在機箱裡面 機箱裡面是又熱 又空間又小 還蠻吵的 你還要進去拆東西 又吵 又湊 又湊油味 這一些 我們都要去承受這些 這一些現場的狀況 大家可能沒有進去過機箱市 機箱市那個分貝很吵 吵到就是 你戴耳塞你都沒有用 鵝槓很痛 一天發射就是用體驗去控制 用很傳統的機械去控制 控制 像我們民捲這個功能是 一出去海市半天回來 搞不好人都暈了 你會暈船 我會暈船 真的假的 第一個你一定要克服你會不會暈船 尤其像這種浪 一出去 搞不好 五級風六級風 那個 船上來下去 三層頭剛 對對對 所以說 有的人 有的人喔 一出去回來就去辭職 真的假的 所以說這個是工作面的問題啦 對 然後當然我們台灣很缺製造船 這一塊是很缺人的 我也希望說 年輕人 能從事這個行業 也試試看 海這個部分真的很好玩 像我們現在這一艘 你就有一個成就桿啊 這影你是用摸摸的 我當老闆 能用在這艘船上 而且這個是國家的 對 這是 這個 這個船洞是 國立海洋社會國務法 是 當然就有一個成就感 對對對 像工程師 安裝 整個安裝 試船 到交給客人 都是他們 經手過 對 像我們做引擎的 做船 也是 到學校去找人會比較多 真的喔 有的他們有的 還沒畢業就畢業學校找去 就先挖過來 對對對 他們是比較正法 像我的話 我不是學這一科的 對 但是我是從最基礎 慢慢慢慢慢慢 從賣零件啊 維修引擎啊 對 再販賣引擎啊 再跟客人接觸啊 對 再一直把這個生意慢慢做起來 就是標準的 從後衛打到中風的感覺 對對對 我剛進來的時候 薪水也非常的異樣 是 就是慢慢來 就是對這個行業 如果真的有興趣 你可以明年 他遊艇展是大概在3月底 4月初左右 對對對 好像是 由這邊去切入 去瞭解 大概就這樣 對我們這個時候 也可以工商廣告一下 明年 大家期待一下我們的 這個高雄遊艇展喔 在 他舉辦應該都是高雄展覽館那邊 高雄展覽館那邊 高雄展覽館那邊 對我們這個產業有興趣的 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可以順便跟總統講一下 我們今天很謝謝這個松大哥 你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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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總要你叫我武統 我幫他更不得 好OK 那謝謝松大哥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OK 謝謝 謝謝